中国篮鞋报名叫规划球员即将进入国家队 球迷期待 姚明等到了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诗书球 中国篮篮大名单现在已经出来了 就在国际篮球博览会上 中国篮鞋对于规划球员李凯尔也是进行了回应 徐济诚表示李凯尔规划流程非常的顺利 确定会加入到国家队 随着李凯尔的加入 中国篮篮内线也拥有了周锡和李凯尔的组合 从之前中国篮篮爆出的名单来看 包括方硕 杜润旺等投手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 李凯尔肯定会成为进攻核心 给其他球员提供更多出手的机会 从中国篮鞋领导徐济诚的表态来看 无疑等待的就是李凯尔了 之所以一直避而不谈 恐怕也是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从爆出的名单中来看 方硕 杜润旺等投篮不错的球员 都意外获得了乔尔杰威奇的征兆 就说明了中国篮鞋已经给他进行了承诺 从战术上来看 周期会和李凯尔进行搭档内线 那么外线就需要大量的投手 毕竟在国际赛场 中国篮鞋的外线球员突破都不值一提 从中国篮鞋比赛 以及短期训练营来看 赵纪伟 崔永熙 张震连 李凯尔和周期 大概就会组成首发 这样的阵容起码在高度是不会吃亏 但李凯尔还需要时间和中国篮鞋进行磨合 无论如何 李凯尔代表中国篮鞋出战世界倍 也是让所有人都值得期待的 我们也期待中国大男能够在比赛场上 打出优异的成绩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加关注 谢谢大家